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IronCAD裡面的這個板金的圖庫 那我們可以找到這邊的板金素材 這個素材裡面就有預設定一些我們常用的功能 所以這也是IronCAD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例如說建立平板 我們拉進來之後就可以選擇我們的厚度啦 甚至自己新增的材質 然後新增完之後呢 再來它的長度、寬度就是我們設定的100x100 OK,所以這是平板的部分 它平板的部分呢 跟旁邊這個建立輪廓折彎的部分有什麼不一樣呢 它拉進來之後呢,一樣設定我們的板材 設定完之後呢,它一樣看起來都是平板 可是實際上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例如說一開始設定的這個平板 它在這邊的編輯草圖剖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剖面是矩形 是一個矩形 所以呢,矩形我們可以改變它的形狀 然後它的位置 好,那它成形之後 它可以變成不規則形 但是呢 這個建立輪廓彎的 它的草圖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中間一個 直線的地方 它是兩側做拉伸 所以理論上我們在 建立這個平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線呢 把它變成一個 例如說曲線 然後我們用三連畫壺來測試一下 例如說我們用三連畫壺來做一個圓壺 它打工完成了 它就以這個圓壺做左右的拉伸 它就是一個圓壺的板金 再來是 圓錐板金 圓錐板金 我們可以拿來做通風口 那這個通風口的設定 它 一樣有 設定好的模組 就是 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樣設定板材 你可以隨時去改變這個 上下 圓壺的 大小 甚至位置 然後呢 也可以改變它的 半徑 範圍 所以 它是一個 蠻方便的 這個 設定 那再來這邊有個 增加板材 增加板材是什麼意思 就是 當我們在 折彎完成的時候 例如說這個角落 我這邊是不是缺了一塊 但是這個已經 折彎出來了 那這邊缺一塊怎麼辦 那 第一個呢 我們如果不再改草圖的情況下 我們就 增加板材 點這個範圍 它就會增加一個 小的段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 對齊 我們的 這個平面 然後去修成我們要的 形狀 比如說這個 上下 一樣 點我們的 這個地方 然後 到點 那是不是 這邊就補起來了 再增加我們的 導角 導角它有 兩種 第一種 用實體導角也可以 用曲面導角 用這個 板金導角也可以 但是 這個實體導角的部分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一定要點邊線 就是 導源的邊線 它才能做 那如果你選擇 這個節點的話 它會以為你要導 一整個範圍 它會顯示這樣的一個狀態 這個就不是我們要的 那 板金有獨立的一個 這個 導角 導角跟圓角 在這個地方 所以 它直接拉過去 直接找點 它就直接幫你導出來 那你事後要去改變 它的 算 它的尺寸 我們都可以在 底下這邊都會找到它的 參數 像 這邊的參數 那你都可以去 編輯它的草圖輪廓 不然去標註尺寸 都可以 好 那 導角的部分也是一樣 就是例如 這個地方 我們想要做一個導角 直接拉到點 任何一個 角落的點都可以 它就直接幫你做出來 這是 方便我們做 選取 比較方便的使用 再來是這個 增加輪廓 折彎的部分 這個跟 一開始的這個呢 差別差在說 這是一開始就變成圓弧 但是如果我想要 畫一個平板之後 接一個圓弧的話 就要用增加輪廓 折彎這個方式 那 點一下之後 一樣增加一個平板出來 他們的這邊呢 一樣會有一個斷面 你就可以直接針對這個斷面呢 把它變成一個 其他的形狀 例如說我們還是用三連畫壺 然後從這邊出發 把它畫成一個圓弧 打勾之後呢 它延伸出來就是一個 圓弧的狀態 就是有點像 相切 相切曲線出來 好 那這是我們的 第一個部分的功能介紹 好 接著我們來說明 折彎裡面呢 它有 外側折彎 材質在內 跟材質在外 那無論任何一種 它們都會有一個叫做 折彎增加板材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像我們 如果直接使用普通的折彎 好 那你可以發現 樹狀結構裡面 就 原先的板材 加上折彎 那這個折彎 顧名思義就是說 它只能改變 它的 長度啦 高度 跟 寬度 這一些 功能 那我們如果想要 增加形狀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要回到這個 增加板材 增加平板的方式 去 改變 例如說增加一個 矩形啦 或者是說在這個 周圍啦 新增完之後 再去它的斷面 去修改 這個增加出來的 這一小段 的形狀 它才能達成 這個要求 好 那如果我直接想要 改變 之後可能想要改變形狀 我們就可以選擇 這個增加板材的 這個選項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折彎裡面呢 加上一個 草毒斷面 我可以看到增加板材 改在這裡 我們點選 編輯草圖 斷面 我們就可以 直接去改這個草圖的 形狀 包含 想要做一些新增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 做一個修剪 然後修剪完之後呢 關閉草圖 是不是這個 材質就會變成 這個樣子 所以呢 增加板材是 這樣使用的 OK 好 那這邊呢 可以給各位做個參考 嗎 按道理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進去 來做一個 展示 和一段時間 都是 感谢观看